三个节课我们花点时间呢 去介绍了一下Ninux 在这里面呢 它对应的一个身份和权限的含义 那么权限的含义比较好理解 它就三个权限 读写执行权限 然后呢 对应的权限 对不同的文档类型 所影响的这个结果呢 是不一样的 文家和文件不一样的 然后身份呢 有三个权限身份 分别是所有者 也就是文档创建者 然后呢 同组用户与创建者 在一个用户组里面的用户 第三个呢 是其他用户 也就是相对于所有者来说的 一共是三个身份 那么还有一个呢 特殊身份 这个身份的话 一般我们也没法给它试取权限 这个用户呢 就是日投用户 超级用户 有那么三个身份 这样的一个用户 那么这节课的话 来给大家介绍一下 我们Ninus的相关的 这个权限信息 那包括呢 这个权限 我们怎么去看 要想给一个文档 很准确的去设置一个权限 那我们就必须先知道 这个文档 它有哪些权限 你只有知道 它有哪些权限 才能给它告一句设置 就好比说 我要去修改一个用户名 之前才讲的那叫 Use the mod是吧 你要修改用户名 是不是得知道它的旧名字呀 然后还得知道它的新名字吧 所以这边也是一样的 那如果说我们想给它设置权限 我们就得先知道 它有哪些权限 那在Linus里面 怎么去查看这个文件的权限呢 那么这个权限的话 我们可以通过ls来进行查看 ls这个名字查看 那么ls查看的话 ls不带参数 不带选项 那肯定是不行的 不带选项肯定不行 因为不带选项只列出一个名字 名字对用来说的话 意义不是很大 在这个地方不是很大 那如果想要看到更多的信息呢 我们可以通过ls-l来 那这个地方A要不要呢 A的话要不要看你的需要 A要不要看你的需要 如果你想看隐藏文件 那就要了 不看隐藏文件就不要了 ls-l 后面加上我们的路径 那这块呢 我再额外提一个命令 ls-l 等价于另外一个命令 那这个命令呢 知道就行了 等价于 前面这个l 就是指ls 后面这个l 就是-l的意思 简写ll 两竖线 两根竖线就可以了 这两个命令呢 是一个含义 一个含义 但是呢 正常的话 咱如果说是这么去选择的 如果说我只列出当前路径下 那l也要比较方便 如果列出其他路径下 我建议还是使用这个ls 用的稍微多一点的 也是ls 这两个命令是含义是一样的 那现在的话 我们可以来看一下 通过这个 通过工具吧 打开工具 小标题错了 行 192.168.21.133 不会今天IP又变了吧 if config了 那都136了 知道什么问题了 看样子咱这个创建快照 还影响了IP 因为这段时间好像创建了几次快照 上一天我记得是一开始128的 然后变成131了 也在136了 点136 那又有提示了 root 好了 进来 进来之后呢 我们本目录下的东西呢 并不是很多 咱呢 不看本目录 或者说你非想看个门路也可以 也可以啊 看本目录也行 那么输入这个命令 ls 杠 l a加不加就无所谓了啊 然后路径 路径我们就看当前路径就够了 所以就不用加了 如果非得加的话 波浪线啊 微车 那在这个显示结果里面呢 他会给我们列出了一些相关的信息啊 在这里面给我们列出相关信息 列出哪一信息呢 也就是类似于这么一个效果 那在这里面呢 我们需要看到跟权限相关的东西 我们的权限位就是 这一块 就是这一块啊 这一块就是Linux的权限属性 然后把它呢 拿过来 其中标红的这一部分呢 就是 标红的部分啊 就是Linux的文档权限属性的信息啊 文档权限属性信息 那以后的话 如果说我们要看一个文件 或者说一个文档啊 它有哪一权限啊 我们就可以通过LS-L 或者直接LL 然后呢 来进行查看 那么查看到了这个信息之后 左边 最左边这一六啊 它就表示它的权限 那么在这个权限里面呢 这时候呢 我们看到很多符号 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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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有- 有很多这个符号 那么这个符号呢 它表示什么意思呢 那如果说我们需要去给它设置权限 那你必须得读明白 它目前有哪一权限 你才能去给它设置权限 如果读得不明白 那么设置是没法设置的 所以后面的话 来给大家讲一下 我们这个权限 它怎么去理解它 Linux之中呢 存在用户和用户组 以及其他人的这三个概念 那这三个概念 也就是我们前面介绍的 Owner Group和Other 这三个身份啊 这三个身份 它是存在三个概念 那么各自呢 会有各自不同的权限 对于一个文件来说 这个一个文件 不合理啊 咱还是换这个文档吧 对于一个文档来说 其权限具体分配呢 是做如下分配的 那么先去介绍一下 这几个字符的含义 第一个R R就表示 write 就表示可读 W呢 表示 write 可写 x x 这地方写错了 x不是e x表示 ex cute 也就是可执行 可执行 然后还有个横线 横线表示 没有对应权限 那所以这个地方 只是说是针对这个权限位的解释 那它怎么组成的呢 第一个 D 这我们称之为叫文档类型 那这个地方也可能是不是有个杠 那注意这个杠和这个杠是两把意思 这两个杠不是同一个意思 我这个杠是指后面这里面出现的杠 跟前面这个杠没有关系 前面这个表示文档的类型 如果是D 就表示文件夹 如果是横线 就表示文件 那这边呢 我再文字给它描述一下 它的一个组成部分 那一共是几位啊 一二三 十位是吧 十位字符 十位字符的表示含义 那么第一位 第一位呢 首先呢 看它的取值 它表示的是文档的类型 取值呢 常见的 常见的有哪些 我们的D D表示什么 表示文件夹 是吧 D表示文件夹 说到D还有横线 表示文件 那么还有一个呢 L表示软链接或者快捷方式 都可以 L表示软链接或者快捷方式 那么还有其他的 比如说再给大家说一个 说一个这个 S S 表示套接字 套接字等于后面学到 你知道啥意思了 咱这个地方不适合讲 知道有这个类型就行 越讲越深了 那么常见的类型 除了这四个 还有一些其他的 还有一些其他的 这地方呢 咱只要知道 有前面的三个 因为前面三个呢 咱用过 你知道前面三个就可以了 除了这三个 还有些其他的 大概呢 有六七个这个样子 虽然还比较多的 有这些等等 这是第一位 所表达的含义 那么除了第一位呢 后面还有九位 那么第二位的话 到第四位 第二位到第四位 二三四三位嘛 是吧 第二位到第四位 这里面呢 是表示我们这个文档 所有者 他的一个权限的情况 权限的情况 那么一般呢 第二位 第二位表示读权限 读权限的情况 读权限的情况 那他的曲值呢 有两个 有二和杠 如果是二表示他可读 如果是杠表示不可读 这是第二位的情况 那么第三位呢 也是一样的 第三位 第三位 他表示什么呢 表示写权限的情况 那么其中 W 表示可写 然后呢 横线表示不可写 不可写 那第四位 第四位 表示执行 权限的情况 那么呢 曲值呢 有X和杠 X表示可执行 杠表示不可执行 这是第二位和第四位 第二位到第四位 出现的这个情况 那么除了第二位 第四位 后面还有 第五到七位的 第五位到七 第七位 这个呢 表示与所有者 同在一个组的 一个组的用户的权限情况 是同在一个组的 这个组里的 其他用户的一个情况 那么第二位 后面的话 应该是对呢 第五位 第六位和第七位的 这个情况 那这边呢 就可以直接拿过来了 用户呢 就一个意思是一样的啊 这边就不是第二位了 这应该是第五位 这个呢 就是第六位 这个就是第七位了 这是第二大段 第二大段的权限组成 那么第三大段 最后一段 最后一段呢 第八到第十位 它的一个情况 是表示除了 上面的前两部分 前两部分 用户之外的 其他用户的 一个权限的情况 啊 那么后面也是一样的 就是拿过来 把这个数字呢 改一下就行了 把它拿过来 然后呢 这个就是第八位 然后这个呢 就是第九位 最后呢 是一个第十位 第十位 那这边的话 是这个十个字符 它所表达的含义 十个字符 它所表达的含义 这个含义 每个地方啊 是不一样的啊 在看的时候呢 一定要看明白 那这边的话 我们把这个地方 给它换一下 表示文档类型 这是第一位 这是第一位 然后呢 这个是文档所有者 的一个情况 然后这个呢 是和文档所有者 在同一个组里面 其他用户的一个权限情况 最后一个呢 是除了上面两部分之外 所有其他用户的一个权限情况 啊 先把这个位数 把现在看明白 那么现在的话 就以这里面 图上写的这个权限为例 那我们来翻译一下 它所表达的含义吧 首先我们通过第一个字符 能看出来 这个文档是什么类型 文件夹是吧 然后第二个问题就是 咱通过它给定这个权限 我们来看一下 它所有者 就是这个文件的 或者说创建者吧 它有什么权限 可读可写 可执行 然后第三部分 那么假设有个用户 叫张三 张三这个用户 和文件所有者 它是同一个组 那么张三 它有什么权限 可读可执行 是吧 可读可执行 但是注意 我们这个文档类型 是文件夹 所以这个执行权限 没有什么意义 然后最后一个 除了张三和 所有者以外 其他用什么情况 没有任何权限 对 就是这个意思 就是这个含义 这是这个案例 然后后面的话 每个位主 分别表示什么意思 这个一点点看清楚 那么上面的话 我们可以划分成四部分 第一个是一位 后面三位 三位 这里面跟ROOT没有关系 ROOT拥有全部权限 管你是不是这个组里面的 管你是不是所有者 不管是不是其他用户 反正它有全部权限 它全最大 那么在权限分配中 这里面的话 我们这个权限 基本上都是RWX三个符号的一个组成 并且其位置是不会变化的 有权限 就用对应的字符表示 没有权限 就用横线替代 要注意这句话 位置不会变化 那么看一下 你看看这边 我们素质看 先看 第一个权限位 就是R这个位置 往下翻 是不是都是R 对吧 都是R吧 要么就是R 要么就是横线 但是这里面都是可固 是吧 第二个看是不是都是W 第三个是不是都是 要么是杠 要么是X 是吧 所以它顺于变吗 不变 它的顺序是不变的 所以它的位置顺序是不会变化的 在这个地方显示的时候 不会变的 那要么就有 要么就没有 有就对应的字符 没有就是成现 权限就是三个组成的 这是对于它的理解 那么这边的话 我们再截个图 以另外一个文件为例 以 以这个文件为例吧 这个太简单了 这一看全有了 运运运运运运在哪 这个啊 嗯 这个 那么再例如 哎 以下 哎 一个文档的 权限是怎么样的 啊 怎么样的 行 那么根据这个信息 我们来写一下啊 第一个 那么首先得确认一下 这是个什么文件 文档类型 文件夹 哎 文件夹 那么一 哎 其是 文件夹类型 因为呢 D看出来了吧 第二个 B 所有者 有什么权限 拥有 全部 权限 也就是读写 执行都有了 读写 执行都有了啊 然后C C也就是同组用户 同组用户 可读 可执行 就是不可写 是吧 哎 第三个 其他用户 啊 其他用户是 可读 可读 可执行 哎 OK 行 那这个权限呢 咱就相当于已经都认识了啊 以后呢 咱如果说看到一个文件的详细机啊 一定 一看就能明白啊 它是这个权限表示什么意思 把整个权限呢 分成四段 第一段 文档类型 第二段 所有者 第三段 同组用户 第四段 其他用户 这是权限这块的 查看 查看的命令呢 它没有专门的命令 它是通过列出文件 属性的这个方式 就是LS-L 或者呢 LL也是可以的 那这个地方呢 没有试LL 试一下LL 效果一模一样 所以两个命令呢 用哪一个都可以啊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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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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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avour 05 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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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